今天是2022年4月12日星期二 小编在上一个视频中谈到了在最新一期的腾讯音乐游泥榜中 周深的歌曲光字片获得了Banner做冠军 同时周深也评级这首歌曲打破了游泥榜的三项新纪录 第一项是周深评级的18次夺冠获得了游泥榜夺冠次数最多歌手 同时也是2022年至今夺冠次数和歌曲次数最多歌手 第二项记录是周深歌曲共攒获68次推荐度TOP1 成为了游泥榜推荐度TOP1次数最多歌手 最后周深还拿下了86次五大维度单线TOP1的成绩 也因此周深成为了游泥榜五大维度单线TOP1次数最多歌手 周深威武 恭喜周深 说到周深歌曲一年前的今天 周深的新歌《小舍得》正式发布了 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小舍得》衍生的同名主题曲 另外歌曲《小舍得》还获得了QQ音乐巅峰人系榜 人气黄金单曲认证 同时也是各大榜单的常客 获得过多个榜单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这首歌曲发行了四个版本 分别包揽了同名电视剧的片头片尾以及插曲 四个版本呈现了四种意境 每个版本听起来都是那么的迷人 有意思的是 根据腾讯音乐游泥榜的统计 歌曲《小舍得》是2021年周深歌曲中 最受女性听众偏爱的两首歌曲之一 另外一首是《要一起》 除了歌曲《小舍得》 三年前的今天 周深还发布了新歌《退》 这首歌曲是周深为动画 豆腐昌群特皮片2 演唱的OST主题曲 歌曲《退》也是战绩赫赫 不仅获得了年度影视金曲奖 同时还是QQ音乐2019 巅峰榜年终榜单的十大人气单曲 是一首值得多多回味的歌曲 最后随着《奔跑吧》第十季的开始录制 关于《奔跑吧》的热度也是不断攀升 小编简单的查询了几个比较热的 代播中意的关键词 其中 在于《奔跑吧》第十季 和《奔跑吧》录制相关的全部信息中 被提及评刺最高的词语就是周深 即便是《奔跑吧》这样的大词汇中 周深同样突出 本周末还有周深加盟的 《你好星期六》和《天字的声音》第三季的节目 而在于《你好星期六》相关的全部信息中 被提及评刺最高的词语依旧周深 另外在于《天字的声音》第三季 和《天字的声音3》相关的全部信息中 被提及评刺最高的词语还是周深 三大节目最热周深期待 周深再次刷新有你榜记录 你感受如何呢 周深成为三大综艺最热词汇 你如何评价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经历更新